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这方面经验的 那到底要不要考虑这个考生自己 对于某个专业的一个兴趣爱好和未来的理想 要不要考虑未来孩子毕业之后 他的收入到底属于什么样一个档次 到底哪一项为首选 除了这个之外 还要不要考虑调剂 要不要去打个勾 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 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一起参与节目讨论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门窗木桥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背景 根据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 课题组公布的数据 高校毕业生行业间收入存在差距 新兴服务业包括IT和金融业的收入最高 平均月薪在5000元以上 且收入增幅最大 而排在最后三位的是 居民服务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 其中平均月起薪最低的住宿餐饮只有2854元 有高收入的目标在前 一些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会优先考虑选择IT和金融专业 不过有专家表示 作为社会个体 个人发展很难与国家社会发展脱离开来 当今社会的加速发展 让专业职业技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因此高考志愿填报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在考分院校一定的前提下 不要盲目选择热门和高收入的专业 应尽可能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选择那些与国家发展战略相一致的专业 好 面临的情况可能就是两个人分数可能差不多 但是由于专业选的不一样 可能未来大家工作以后的收入就不太一样了 刚刚前面的短片已经告诉我们 像IT 像金融业从业人员收入是比较高的 那会不会说接下来大家填报志愿 真的是把这两个专业的这样一个领域去作为首选呢 听听 陈老师您是不是会赞成把收入作为硬指标 其实我觉得吧 收入绝对不应该成为一个硬指标 就是你可以考虑 但成为硬指标这个说法其实有点过头了 因为首先一点的话就是 现在的社会变化其实非常迅速 那么你觉得你四年毕业之后 什么样的行业还是高收入行业 其实很难讲 而且我们人要考虑的未来 不仅仅应该只是四年以后 还有十四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你说 之前我们非常热门的金融行业 很多孩子其实读了金融行业之后 他到银行柜台 他只是做柜员 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力 很多人在柜台上已经慢慢被淘汰 对 有些好像都离职了 已经被取代这么没几年的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国外一个心理学家马斯洛 他曾经说过 就是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 那其实这里面有个规律 就是越低层次的这种需求 它的激励效用 其实减弱得非常快 那么越高层次的需求 它是越难用金钱 用收入来满足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当你月薪只有两千块钱的时候 老板说来我给你翻一倍 四千块钱 你会非常非常开心 但是如果是四千到六千 六千到八千 假设你月薪一万的时候 老板说我再加两千 一万二 你的可能态度或者你的反应 就没有当初两千到四千 这个那么开心了 所以这个激励的程度 它是有限的 它很难作为一个长久的激励而存在 这是我的观点 好 这个收入就是说 是变的 是在发展的 是吧 那看看 邱律师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的 会不会把收入作为硬指标 比如说指导别人怎么来填志愿 我认为 这个收入只是其中的一个考虑因素 更多的我们应该考虑自己内心 真正的需要 你的兴趣爱好 你的这个专业特长 或者说你擅长做一些什么 因为选你所爱 然后选你所长 这样你才更容易成才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还觉得也有一点 就是你现在选的专业 可能你对这个专业的内涵是什么 也需要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然后了解一下他们的真实心理 向你描述一些现状 可能对你做这个专业的选择 也会有帮助 但是您指的是 让学生们高考生去了解吗 那么多的专业 他难道去做社会调查吗 我说的是说 在他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 他也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从业者 然后这个对今后的这个就业和职业发展之路 可以提前做一个规划 可能更有利于他选准自己的专业 我估计有些同学可能会选 网游去做调查 看看未来是不是很好赚钱 听张博士的看法 对 我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高收入当然是个 我们要选择的硬指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下面 这些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读完高中 高考完成 然后还能够进入大学 那么其实这部分人 他们到底还有多少人 保佑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们还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在多少年苦读当中 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真正认知 到底有多少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还是参考了家长的意见 成年人的意见 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 成年人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孩子将来就怕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毕业了 找不到工作 第二个是什么呢 找到工作了 收入极低 在那个自己选择的那个城市里面 生活都生活不了 肯老继续发生 这也是我们家长最担心的两个问题 所以说收入呢 其实家长们和整个社会来讲 非常重要 也非常务实的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诗和远方都非常美 按照兴趣来 但是务须是要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站在这里说话 作为一个已经高考经过20多年过来的人 我非常害怕给大家提出那种 虚无缥缈的建议 让大家就选了一个兴趣爱好 结果到最后毕不了业或者毕了业了 找不到工作 处于困境当中 那是家庭的灾难 所以收入它非常重要 因为它决定了以后 你就是要买房子 买车 你找老婆 嫁老公 对方的家庭都会考虑 这个人在哪里上班 这孩子收入多少 其实包括你回家过年 大家都会问你收入多少 行业是什么行业 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承受无限的煎熬 所以不谈收入实在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 张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要尽快地让自己的所学 四年大学让知识变现 对了 变得越快越好 但是如果让你马上给大家推荐一两个专业 你认为变现很快的专业 会是什么呢 跟几年前有没有变化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行业的变化很快 但是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地去研究这个具有前瞻性的行业 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经济发展 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如此的快速 那么金融行业是不会被淘汰的 那么经济行业 那么经济学 那么包括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IT 那么还有我们的家政行业 这都是未来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您把家政行业也放进去了 那当然了 家政行业 因为大量的人涌向社会以后 家庭这块空缺掉了 需要大量的家政服务 那这个不用考一流大学就可以的吧 但是呢 如果你从一流大学出来以后 你的学识 你的水平很高的话 将来在这个行业里成为领头人 这个是非常 促建家政服务公司甚至上市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如果说在选择的时候 有城市可以作为选项 也就是你既可以选择一个 可能你能上的很好的大学的 一个比较偏的地方 但是呢 同时你可以上 比如说比较次业点的大学 但是这个城市是一线城市 大城市 我们来看看短片是怎么说的 有专家表示 你是哪里人 不决定你是谁 你在哪里读书生活 才决定你是谁 填报志愿应当首先选择城市 其次是学校 最后是专业 西北东北的985大学 专业性很强 学习氛围浓厚 考研有优势 但是经济相对弱一些 留不住人才 对于抢夺风暴眼的年轻人 越来越没有了吸引力 而如果是在上海的大学 即便不是一本 因为处于潮流风暴眼 经贸高地 大企业的校招 大师的讲座 或世界级音乐会演唱会 比一所大学丰富多了 最关键的是 还有机会去大机构 大公司实习兼职 如今人才大战正酣 一线城市南进 新一线城市正兴 学IT不去北京 就去杭州 学金融不去上海 就去深圳 因为这些城市 是行业发展的风暴眼 而在中心城市 形成的眼界视野 又会伴随人的一生 影响人生的晋级之路 其实这是在让我们选择 就是未来 你的四年大学生活 对你未来的就业 或者是理想的实现 到底能够起到 多大的支撑的作用 如果一个城市比较好 比如说是一线城市 可能对你的眼界 有不一样的影响 或者机会更多 那如果说是 偏一点的城市 但是它的 这个教学水平很高 那么对你的知识的积累 和学习 可能有更好的地方 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 应该怎么选听听邱律师 我会首选学校 因为好的大学 它在这个教育资源 校风啊 专业影响力 以及校业圈这方面 都有非常大的这个优势 那么你在这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同时你周围的这些优秀的校友 也是你很大的一个竞争对象 互相我们讲说也可以攀比学习 你会成长进步的更快 那么相对而言说 如果以城市来划分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城市在经济发展啊 或者说人文这方面的这些优势啊 你可以在大学毕业之后 选择到那个地方工作 我觉得这更多是社会人的选择 那么我们在求学阶段 还是要以这个学校的这个资源为准 要学到东西 学得深学得透为主 是不是这样 没错 而且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学校 你有很多途径可以了解到 比如说这个大学里面 它有没有博士点 硕士点 或者它的重点学科是什么 那么这个呢 对我们的高考生去选择自己的学校 以及喜欢的专业都有帮助 我感觉你这个说法呢 就是说未来要考硕士研究生的 肯定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不济于马上到社会上去工作 是不是 我的理解 不只是这样 不只是这样 因为它在这个方面 如果学科很强 它的本科教育也是不错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选择大学无异于选择一个 你所生活的城市和它的地理环境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智慧的老师 我们一上学 他就告诉我们同学们 享受你们的人生吧 他说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们终于迈过了 那一步终于不以分数为首要的 这么一个阶段了 所以你们在大学里面 可以好好地享受你们的人生 可以读你们喜欢的书 可以参与各种社团 去把你们的兴趣和爱好尽情地释放出来 然后呢 最好的情况下 还能谈一场真诚的恋爱 那么我觉得 同时呢 那么这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已经以大半个社会人 在大学里生活了 所以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知识不仅仅来 也都会提供 都有机会的 但是你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 文化素养底蕴比较深的城市里面 你所感受到的 包括你在这个城市里面行走 它就是城市的文化状态 你将来你在这个四年的过程 你的实习 你的学习 你感受到的东西 它远远是那些偏远地址的城市 无法提供给你的 所以城市其实对一个大学 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优先选择 文化底蕴好 经济发展水平快的城市 实际上是对于你毕业之后 能够快速地融入社会和就业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举例 哪几个城市 比如说 上海 北京 北上广深 对 以及厦门 这种主流的城市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排除说什么呢 你看我们说东北西北这些高校 每年也都额满了 也不存在说我们照不满的情况 对吧 所以就是选择不一样嘛 比如说像这个邱律师 有一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认为比如说学风好的 研究水平高的 是不是 总有一部分人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 就是说这个学校好 学校有点像这个 附在深山有眼清 好 再听听 陈老师 其实我觉得吧 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的这个专业 当然可能跟这城市 确实有关系 我觉得说 如果你要学火箭专业好 我不明白你跑到北上广深去干什么 这是一件事情 火箭专业 火箭 哦 火箭 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 我见过太多的孩子 就是你上了高校以后 就比如说我到了北上广深以后 把眼界养得很高 但是呢你这个一天这一天的看演唱会 专业知识没学到多少 到最后的话 他这样的人生 我觉得不是一出闹剧 就是一出悲剧 我觉得这是很悲催的 所以我跟他在说 你到底是要准备未来大学毕业之后 需要考研究生 还是说马上融入社会 甚至是还没毕业 就已经在开始兼职工作了 甚至在做你的小老板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参与节目的情况 今天的这个话题 对于很多高考生来说 家庭都是非常关注的 来看一下东东他说 他说这个高考志愿填报 未来收入是不是硬指标 他说不是 人的一生 还是要遵照个人内心 世界爱好与需求 来选择填报志愿 这样大学生活才会有趣 钱固然重要 但不应该是衡量的唯一标准 吴律师说 在解决经济问题之后 再谈上层建筑的理想 不好就业肯定不能选 这也是比较现实的 接地气的一种想法 我想也代表了很多家长的 这么一个想法 说到这个家长的想法 很多咱们厦门的家长 往往不愿意孩子走得太远 翅膀即使硬了 也不要飞出去 在我们厦门 在我们福建 有很多的很好的大学 对不对 而且厦门呢 也是这个仅次于一线城市的城市了 那各位觉得 对于如果有机会 要可以走得很远的话 那到底要不要选择 就近上学 而不要走得很远 先听陈老师 像比如说 您所教的中学的学生 他们碰到过这种纠结没有 最后结果又如何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有这样的就业 但是我每一届学生要毕业的时候 我都会对他们说这么一句话 但也是半开玩笑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滚得远一点呢 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其实我觉得吧 你就业 读大学毕竟不等于将来的就业 所以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都有一个少年时期 仗见远游 或者说远出富极求失的这么一种梦想 那么你读了万卷书 你为什么不去行万里路呢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他们滚得越远越好 所以我每一季学生我都这么说 后面也有很多孩子 他也确实接受了我的建议 现在我觉得他们回到厦门之后 整个人可能都有非常多的改变 包括有些地方 我们觉得他很偏远 其实你到了那地方以后 他回来跟我说 老师其实那地方也不错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福建人的刻板印象是非常深的 你总觉得那地方好像 非我大胡建 好像就不撒堤 就长得像不最好 未必如此 对 真未必如此 其实陈老师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 其实有的时候远走高飞 也是一个叛逆的表现 我看很多孩子来咨询 跟我说 我一定要离他们远一点 我到东北去 其实是他们不是觉得 东北那个地方好 而是要离父母的管束远一点 对 他就是要远一点 他是一个叛逆的心理 我觉得这个部分上 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事情 不要负气而去的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也见到过 我是离开家很远的 但是我见到了我的高中同学 这么多年 他们就在老家生活 他们的成绩也不赖 但是他们选了一个省内的大学去读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仍然享受不够家乡的 这种丰富的这种东西 他愿意待在那里 待在那里 他觉得一样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 我觉得这两类人 还是要分情况看的 真正的有意义远走高飞 想要离父母远一点 去锻炼自己 去实践自己人生的这种报复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留在家乡 同样是可以支持的 关键就是 当然这个是没有错的 各有各的选择 但是从人生阅历的一个积累 走过一辈子以后 可能才回头来看 你到底有多少 跟别人不一样的 更多的体验 是不是这样的 是 我认为青年时期 走出去开口演技 锻炼自己 是非常好的一种行为 我觉得就是晚出去 不如早出去 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时间 而且现在高考生 基本上都已经过了18岁 这种成年人了 那么你有机会可以远游 然后而且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专业 去自己喜欢的学校 何乐而不为呢 好的 现场休息一下 马上后来继续来关注高考志愿的填报 十年寒窗苦读 金榜提名前 高考志愿该怎么填报 专业不同 收入差距可能拉大 是该坚持理想 还是选择务实 要不要去外地上大学 服从调剂的那个选项 要打上钩吗 TV2欢迎亮剑 高考志愿填报 未来收入是硬指标吗 好 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继续来关注高考志愿的填报 是不是应该以收入来作为硬指标 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 欢迎您通过互动平台 参与节目讨论 同时您将有机会获得 有门窗不想武器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接下来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要不要服从调剂 这样一个选项 应该怎么来对待呢 来看短片 据了解 在志愿填报过程中 最令人纠结不已的就是那项 是否服从调剂的选项 虽然服从调剂可以增加录取的机会 但是对于高校 这也是一个把冷门专业的声援空缺 填满的绝佳机会 服从调剂送来的 很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结果 被调剂到一个 你根本不喜欢的弱势专业 或者不值一提的院校 因此 有一些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 选择了不服从调剂 只挑选自己心仪的学校或专业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 家长和考生 有必要改变思维中那些绝对化的认识 比如专业绝非你想象的那样绝对 因为知识是相互融通的 大学学习不仅仅是掌握 某一专业领域中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获得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服从调剂相当于是为自己多加了一根保险绳 至于专业问题 入学以后 毕业以后 工作以后 还可以再转 好的 要不要服从调剂呢 其实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是想要按自己的愿望 实现自己的一个理想或者是目标 但是如果服从调剂 这个时候就无法掌控了 这个时候到底应该在这个选项上 要不要打勾 好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从这个非常想要控制自己的人生 就是不打勾 我只按照我的想法去宣布我的志愿 说好听一点 我觉得这是非常自信的表现 能把自己的人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面 但是说的不好听一点 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 能够掌控在我们手里的事情 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 我们既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努力地去控制我们的人生 但是我们也允许那部分意外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服从调剂 就是一个你允许那个意外的发生 你的人生要勇于去冒了一点险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高中的 和我一块参加高考的同学 他那个当时他那个 他很自信 因为我们当时的考试是先填报志愿 然后才考试 他觉得他可以上北大 在北大的 我记得当时是有六个专业 我记得很清楚 这里面他最害怕的一个专业 就是考古专业 他报的是金融 结果这个时候 结果他的分数下 刚好卡在那个关键地方 他被调剂了 就调到这个考古系里面的 还是那个学校 但专业已经不一样了 对了 四年的时候经常来找我 因为我们学校离得很近 经常过来找我 非常诉苦 非常希望能够想办法 调剂到别的系里面去 但是没有成功 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现在的生活过得也不错 退过了四年 现在变成考古专家了 因为这个专业已经经非昔比了 现在考古可是热门了 是不是 那听听 邱律师是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要不要被调剂呢 这个要看个人选择 我说一下 我自己当年高考的选择 我是不接受调剂 那你当时做好了 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 分数还没出来 就要填报志愿 预估分数 预估 对预估 根据自己的预估和平常的表现 我觉得差不多在那一节 所以说我就是坚定的选择了 自己的这个学校和专业 所有的那个专业类栏 只填了一个就填了法律 就是幸好 幸好 幸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想说一下 就是说 选择接受调剂呢 是更为务实的一种选择 如果你更看重 能不能读那个学校 和有学校可上 那么你可以选择接受调剂 但如果说你有自己的坚持 有自己喜欢的专业 那么我认为也可以坚持 坚持一下 如果说一坚持 不小心 你这个整个报考的档次 可能会降低一级 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 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 好多人以为说 我要读一个好学校就好了 实际上好学校里面 还有分它的重点学科 简单说 它强势的专业和非强势的专业 如果你做到一个 它那个学校的强势专业 你去学 哪怕你是一个二本的学校 可能也会比一本的 非重点学科的学校 你学到的更多 好的 其实我觉得 我给两个一点意见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策略 二是心态 所谓的策略 就是说 你要尽量地去避免 这个意外可能性的产生 要有技巧 对 这个技巧 其实就是说 你在选定这个学校的时候 你选定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顺便得看一下 在它隔壁 是不是有一些 你特别担心 你特别不愿意去选的学校 如果有的话 对 然后你又不是那种 分数特别顶尖 你说 我想去哪去哪的 那种孩子的话 那么这个学校 你就最好不要选 这是一种特别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 叫做心态吧 心态就是愿赌服输 就是 那既然我 我选择了 好了 那么我就接受 这样一个结果 那不管如何的话 这个 因为没有 我特别害怕 特别不喜欢的专业 所以我也能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心态 可能就比较好调解 所以这个是 特别加心态的问题 好的 最后再给我们的 考试和家长 一点这个最实用的 一个建议 来听听听 邱律师 首先 在这个填包计刃期间 我相信这个 考生的家长 以及亲朋好友 可能都纷纷出谋献策 那么这个时候 我觉得也要考虑下 考生自己的 类型意愿和感受 因为呢 他的选择 将来为这个负责的 还是他自己 简单的说 就是让孩子做主 旁人只能建议 是吗 对 我觉得把决策前 还是要交给 这个考生自己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开始说的时候 说是 以收入为 为这个硬指标 对吧 其实是有一个 现实问题 是很多孩子 其实他很茫然 他对这个社会的不了解 他其实不知道 他的兴趣和喜好是什么 我觉得考生来讲 一定要诚实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的喜好和兴趣 的话 那么接受 大人的建议 和观看这个社会的主流 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 对人生负责任的 一个表现 然后同时 我们中国人 有一句古话 讲得非常好 干一行爱一行 叫学一行爱一行 你可能还不清楚 这个专业 不清楚这个行业 即便进到大学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 觉得不适应 你也不要太过着急 认认真地 把它学下去 学好了 我相信出路 一定会很好 了解了 说不定就喜欢了呢 对 所以那我 扬州的话 我可以接着博士的话来讲 其实呢 就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学生 有了更好的 对专业的了解 那么他还是首选专业 你专业选好了 你到哪儿 必须是什么的 那到时候 你听见 我听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